你今天吃得挺酥啊 刀姐 那段时间我肉吃的食材是太多了 所以偶尔嘛 也要吃点绿色的东西嘛 行行行 姐 你昨天化的那个妆真老好看了 是吧 我也觉得 但今天这个更好看 改名给你也来一个 我就算了吧 可以 多姐 真有人能愿意看我做作业吗 当然了 我研究过 这个叫云自习 那些学习的时候分心的人 看看你这个学霸陪着他们一起学 这样就会自觉了 可不咋的嘛 咱俩铁儿长得还招人些狠 只要是我看累了 看一眼他 早解乏了 就是 赵老板生意版图 拓展的可以啊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暂时还没有 但试播以后 你可以给我提的意见 好 元宝 社长 今天我们就试试 然后麦克风我已经买了 明天就到了啊 嗯 谢谢社长 叫我多姐就行 好 谢谢多姐 这工作太忙了也不好啊 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鲁师兄又不在 我又不是为了险卖才这么说的 我是真觉得时间不够用了 好不好 是 赵老板辛苦了 你们这两天忙啥呢 电影是机密 装神秘是吧 装神秘是吧 送个 装神秘 这两天忙直播的事 也不知道 我爸跟你姑妈咋样呢 有啥新进展没 没有 这两天我都没回家 那等你回家了 你再观察观察 我 最近都不打算回家了 我 我 我都不打算回家了 我 我 为啥 给她俩 创造机会 啥意思啊 看到我娘娘这条没 这我知道啊 这不是李白的诗吗这 这盆花 是赵叔叔陪我姑妈去花鸟市场买的 那天我还问她来着 为什么不在外面跟赵叔叔吃完饭再回来 她说要回来给我做饭 所以我就告诉她 学校有晚课 我最近不回家了 这事要成啊 哎呀 这是要成啊 老弟 咱俩很快就会是一家人了 谁是你弟 这不早晚的事吗 小姐姐 谁要叫你姐姐 就姐姐 不叫你姐姐